今天晚上七點半的時候 接獲到一個外籍移工打電話說 在永康客公區這邊的一個人工湖有服屍 那警方到了現場之後立即封鎖現場 然後將相關的服屍撈上岸 那現在目前已掌握到該服屍是一對夫妻 那經過周邊的搜尋 比對發現岸邊有一個遺留的包包 那裡面也有死者的遺書 那這部分我們還在清查 那周邊也有發現一些可疑的酒跟藥 那這部分我們會列入證物來加強分析中